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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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座红兵说 他们原本住在洪泽区的乡下 1990年7月 因为家中老房子倒塌 没办法住人了 于是弟兄四人出钱 在原来的宅基地上 重新建了二层小楼 因为是共同出资 房子建好后 他们每人分到了45平方米 当时的情况是 老大和老三在家务农 修完房子 他们搬进了新房 而老二和老四 则在南京闯荡 很少回来 左红兵说 在南京打拼了20多年 二哥左红德 也没攒下什么钱 仍是行单影只 一个人讨生活 2006年 左红德结束了 在外闯荡的生活 回到洪泽老家 在一家企业里当保安 顺带着中中地 他就是什么呢 做一点小摄仪啊 或者什么 透露虎啊 松露虎这类的 这里扣个三百五百的 就是自己把吃掉 活掉了 没有钱了 再去扣 就这样的人 你没攒下钱 没攒下钱 2007年5月 有人见左红德一个人 无依无靠 便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 而这一年 左红德46岁 想不想去 你想去就想去过 你就去吧 去了以后 当然就跟我们家 就是说 我们家也困难 可能空个小多人家去吧 大概是三七年轻 我那边上门去了 是所谓上门有些 就是上门了 中间人给左红德介绍的对象 就是图桂红 图桂红比左红德大了五岁 当时是丧偶 和儿子管红利一家 生活在一起 定下这门亲事后 左红德搬到了图桂红家 不过当时 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 只是生活在一起 一年都挣多少钱 什么钱 从来不看 不要再去 不查 那你怎么养 怎么跟你在一起 是我们儿子养的 他不能口气 怪不能口气 你没说他不好 你没说他人 他这个年 就是十千亿十五九 图桂红说 那时的左红德 根本没有钱 他之所以愿意 嫁给对方 并不是图财 而是想在生活中找个伴 等将来老了 能互相有个依靠 在他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 一家人的经济来源 主要靠儿子管红利 在图桂红看来 左红德这个人比较勤快 与周边邻居相处的也很融洽 除了赚不到钱 也没什么缺点 当然这只是图桂红的单方说法 而方间传闻 图桂红之所以愿意嫁给左红德 是因为当年家中的小孙子上学 无人接送 他想找个人帮忙 入坠后 左红德帮着图桂红种地 接送孩子 基本上承包了家中的所有体力活 偶尔闲暇时 左红德会去野外捕点小鱼小虾 然后拿到集市上贩卖 赚点辛苦钱 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他也完全融入到了这个新家庭 他这个人是相当好的 所以我卖人家这个人是没有好的 但我们小爷也相当好 付过来钱是吧 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就是因为到我家里了 他把我当一家人 我就把他当一家人 管红利说 那个时候他和媳妇在外打工 孩子就交给老两口照料 虽说没有血缘关系 但左红德对这个小孙子 却视如己出十分疼爱 祖孙俩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人好 但我们小爷也好 他拿一颗真鱼给我们 我们也会拿真鱼给他的 我就是新家付了很多钱 我都要自知到的 没有说到一句话 那肯定口到钱 那第一 我够的博 我够的当国家的钱 在他家那边 我够养鸭子的钱 在他那边 在管家生活的这些年 左红德究竟有没有赚到钱 双方说法不一 真相难以还原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相处的还算融洽 从未闹过矛盾 2011年8月 广宏丽出钱 在继父左红德的老宅边上 搭建了一个自建房 自建房是一波多平米 在安建平房做瓦之高 加旁边给的这个切缸瓦 到时候拿得进 你不在那身口 又跑来建房了 就觉得 对 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个人没有来给房子 听他妈的讲你 讲那边忙要吃钱了 我就去给你 管红利说 当年他抢建房子时 继父左红德还建赛 所以他盖房子时 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当然 这个临时搭建的房子 属于违建 左红德的地理 他那些亲戚没有 反复 那有什么反复的 那是他的资金 他的那个在基地 他可以多来宾给的 比地医院有什么群的来讲 他那个地理不接家 只有这个左红军接家 那平时有走动吗 有啊 被列为征收对象 老房子价值倍增 这些人哪个不要房子呢 哪个有一套房子 哪个不要 对不对 他先放着 不投是一切的名利去放着 这些人是从来 病床前的许诺 成为一纸空文 我给我说房子给我 为什么给我 他说不给我给哪个 他就是一个责任 婆媳征房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此后的日子也毫无波澜 在平平淡淡中度过 2015年1月 随着城市的扩张 左洪德所在的自然村被整体拆迁 这是高粮建街道办事处 与左洪德签订的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对左洪德的45平方米住宅 违建的装饰装修等 进行拆迁补偿 其中房屋补偿款为2.7万元 附属物装饰装潢 补偿款为5.6万元 那你这个107是怎么可以算到 107是怎么回事 其实应该是 193年就 后来上面分的这个房子 都在这几个平方 然后又另外套钱 来买的这个都在这几个平方 因为街道征收的是 左洪德的老房子 所以这个拆迁协议是 左洪德与高粮建街道办事处签订的 与屠桂红母子无关 按照当年的拆迁协议 左洪德的哥哥和弟弟 也获得了同样的补偿 老大和老四爷 一人也分了一套吗 每人都有一套 也是100多平的 都是每人一套 没有这个老太太的房子 这有矮女的房子 他把这个房子 已经分了矮子了 分四份了 分了四份了 老三左洪军说 母亲在早年间 就把老宅分成了四份 每个儿子各一份 所以拆迁时 他们弟兄四人 每人拿到了一套 拆迁安置房 面积大概在103平方米左右 而他的母亲 因为名下无房 这次拆迁 就没有分到房子 他借了哪个不要房子呢 哪个有一套房子 哪个不要 对不对 一个户头 地用四个 一个户头都有一套房子 就是这个名义 这套拆迁安置房 不是免费给的 而是按成本价 卖给被拆迁人 以左洪德为例 他想买这套拆迁安置房 需要交九万多元 这103的是就没花钱 跟那些拆迁就顶平了是吧 那是不是顶平了 应该是的 拆迁办的 户头是以谁的名利去办的 这新年是左洪德 都是以他的名字 是的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2017年7月 左洪德感觉身体不适 到当地医院去检查 结果怀疑是 胰腺癌 心有不甘的他 又去了南京 找一家大医院进行复诊 最终被确诊为胰腺癌 当婚姻查 差不多一个我就死了 后来那个 媳妇又把他跌到南京 这个已经是 我们不晓得了 我们去 那每次方面 谁陪得去方面 只要我们接价 就会派得去 我们如果不接价 我们也会派得去 一心一 后来总而是一心一 他平常就这样的 喜欢喝酒潮 在这个身体上也比较大 广宏丽说 此前继父曾患过一线炎 治疗时 医生劝他要戒烟戒酒 可病好了之后 左洪德根本不听劝 还是照常抽烟喝酒 正是这个坏习惯 让左洪德的病情恶化 最终变成疑线癌 我过那时候不是生病了吗 然后我家自己拿钱给他看 他们不让他看 然后我把他跌到南京去 不希望他去 他也跟着 他们家叫他老婆跟着这 他知道老师是个不讲乃的人 可以说没讲乃 周世金 接级病历史上 他也要命地讲 不能让病人知道 是我们不是一家人 病人都看不出来 我们相处的外长好 他们去一捞 人家病人都知道不是一家人 不是原牌夫妻 因为是胰腺癌晚期 治疗没多久 左洪德就离世了 此时是2017年10月6日 所有的科学到时候负责的 没有任务 一个人拿一番钱 就买木地什么的 到时候过坏货什么段 全部时候一勺拿的钱 老师都很多样的 你死掉了以后 他都卖了 你做那个出病的时候都没来 卖了 左洪德离世时 那套拆迁安置房还没有交付 左家和管家也就相安无事 2020年6月 安置房子下来了 广宏丽选中了一套 因为面积多了几平方米 广宏丽又补交了近7000元 同时广宏丽还交了6500元 购买了一个车库 经过简单装修 广宏丽他们就搬进了这个新家 没想到这个做法 引起了左家人的不满 老四左洪冰说 二哥在南京住院时 他多次去医院探望 当时二哥亲口对他承诺 在他死后 那套拆迁安置房就给左洪冰了 其他人无权来争那套房子 当然这只是左洪冰的一面之词 他拿不出任何书面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 2021年8月 葛秀梅 也就是左洪德的母亲 一纸诉状将图桂红告上法庭 他的诉讼请求为 一 判令原告继承左洪德 拆迁安置房的三分之二份额 和房屋所属车库 二 左洪德这些年的土地 补贴款为37000元 原告请求继承三分之二的份额 我母亲战的房子依据什么呢 这房子是我们老家那个 老房子车下的一幻房 上面那个洗衣上面洗的清净 是老房子化洗房子 这不就是一句吗 他是想要求婚三分之二 不是老年年要告我们 他不要再挤下来 他不会告的 就是老子要求要这样告的 他不是老奶奶要告的 明一样是老年年来告的 其实是白天来 是他们几个人策划的 拆迁安置房交付后 老三左洪军把一楼的车库 简单装修了一下 让母亲居住 因为是一个人生活 平时做饭烧菜 都是葛秀梅自己弄 家里缺什么东西了 孩子们提前会买好 给他送过来 因为老太上了 住了几只元 当时我花钱 我已经花够了 我养父他老太 没人养父他 就是我一直照着我 就在一边 他学习半地 收学 每次收学 都是我交的钱 我交了 反正看到三万五块钱 一分钱没报 您目前是给住院 住了二十年吗 花了多少钱 住院 我都不知道 这个钱都是 都是我姑姑 跟我姐姐拿的 那个哥哥 就是老三 跟我姐姐拿的 因为我妥卑嘛 我说实在话 我无能为力 老四左红兵说 这些年他一直在南京闯荡 也没赚到什么钱 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开销 根本没能力来赡养母亲 二哥去世后 他觉得母亲的权 也被管家人侵占 因此他很支持母亲 打官司维权 婚姻登记表中的一行字 让事情翻转 男女双方不会写字 那他自己写的 你还特意问我 他们会不会写字 对啊 因为他是属于后配的 逝者不会写字 自输遗嘱 何人所输 被告提供了 自输遗嘱的真实性 就存在疑问 婆媳征房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与老四左红兵的态度不同 对母亲征房的事 老三左红军明确表示 他不参与 就是说怎么打官司 赢了输了你们 我们不管我们事 这是老太子的事情 不是我们的事情 把我心紧到了 你是我老母亲 反正我每次带你 你开门了 我去带你看 你把人老叫我拿钱啊 你没有亲友啊 还没亲友 他说他没有共产 共产了 快共产了 共产了再共产 发了其他人 然后就开始招工了 就是买的 发了一点钱 葛秀梅认为 作为左红德的母亲 她有权利来继承儿子的遗产 同时她也认为 左红德与屠桂红 只是生活在一起 没有领取结婚证 算不上夫妻 那么对于这种说法 被告屠桂红 又会怎么回应呢 这就是图桂红拿出来的结婚证 丈夫证是左红德 他们的结婚登记日期为 2017年8月1日 而此时正处于 左红德患病期间 两个人领取结婚证没多久 左红德就因病离世了 因此这个领证行为 遭到了左家人的质疑 我也听她讲说 拿了结婚证 拿了结婚证才第一个月 就一点点人就死了 她说结婚证怎么拿 我们家任务人都不知道 我跟你讲什么原因 为什么要拿结婚证 为什么要习组 就是我们农村人 刚开始得不到结婚证 这很正常 后来就一直做了医院 什么东西 就因为老师他们来拉 老师来拉 老师来拉 想叫他干不吃干不吃 后来一听说又话很入情 全部都跑得了 没得一个人拿一份 管红利说 当时老师左红兵 频频来找继父 想让继父把房子给他们 不过这个要求 被继父给拒绝了 为了妥善处置身后事 从医院回来后 左红德带着图桂红 到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 2017年8月27日 左红德又立下了一份遗嘱 这就是左红德立下的那份遗嘱 我左红德在玉河村拆迁房 45平方米 赠给妻子图桂红所有 其他人无权干涉 本人是自愿挟辞遗嘱 未受任何人胁迫 本人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利益主人左红德 感觉其实这个并不太好 假如去的也好 土地和所有这个房子 所有的东西 都怪图桂红所有 跟任何人没的关系 就是和他们来老师 广洪丽说 左红德写遗嘱的那一天 是他儿子的生日 当时家里来了几个亲友 他们都见证了这一幕 那个遗嘱是谁写的 左红德 洗的 当时我们当时写干液 洗的有人不得 我都是政杀人的家 放的时候给谁 放的时候切他 全部给图桂红 得知自己成为被告 为了应诉 图桂红向法院 递交了两份关键证据 其结婚证和遗嘱 那图桂红递交的 结婚证是真的吗 为了查明事实 法官到档案馆 调取了他们的 结婚登记材料 结果被注里的一行字 引起了法官的注意 上面写着 因男女双方 均不会写字 由李慧文代写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看这几个字 你帮我评论一下 男女双方不会写字 有李慧文代写的 是我写的 你还特意问过 他们会不会写字 对啊 因为他是属于后配的 懂吧 如果说补办的 有一对不会 有一对不会写字 另外一对按照文可以的 但是他两个互组合的 我们要求他 也就需要有人来代写 所谓的代写 就是左洪德和 图桂红两个人的 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上 需要填写的内容 都是李慧文代写的 而这个李慧文不是别人 正是图桂红的儿媳妇 结婚的列子 这个婚姻登记 声明书的上面 这个知识 老老子写的 还是李慧的 你爹心的 那如果作品 给你看 你等一下 把电话给我 这样 那我就问一下 他当时 为什么老头子自己不写 他说你帮我写了 他说工作人员 那你去帮他再写吧 调查到此 悬念重生 已经过去的左洪德 到底会不会写字 如果他不会写字 那这份遗嘱 又是怎么来的呢 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就是左洪德 确实不会写字 还有一种情况 左洪德会写字 但当时他 因为生病写不了字 那在这种情况下 被告提供的 自书遗嘱的真实性 就存在疑问 因为怀疑 这个遗嘱的真实性 原告申请 对被告提交的遗嘱 是否由左洪德书写 进行司法鉴定 征得原被告双方的同意 洪泽区人民法院 将左洪德在 邮政银行的开户资料 房产分割协议书等 作为样本 交给了鉴定机构 希望鉴定机构 对遗嘱上的笔记 进行鉴定 承办法官黄从梅认为 虽然被告提交了 左洪德的自书遗嘱 但原告质疑 这份遗嘱的真实性 在这种情况下 对该遗嘱是否系 左洪德本人书写 被告图桂红 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由于被告 没有其他的证据 进行证明 因此本案呢 我们是按照 法定继承来进行处理的 原来购买这套 拆迁安置房 他们一共花了 九万零二百八十六元 这笔钱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老房子的拆迁款 占比为百分之三十 违贱及装潢占比为百分之六十二点四 管红利补交的钱占比为百分之七点六 承办法官认为 违贱及装潢这部分 属于左洪德与图桂红共同所有 其中的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安置房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二的份额 属于遗产 再加上左洪德老房子所占的那百分之三十份额 属于遗产的总份额为安置房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二 据此依照法定继承的原则 原告葛秀梅分到了百分之三十点六的份额 对于涉案房屋 原告葛秀梅享有三十点六的份额 被告陀桂红享有的份额是六十九点四 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被告图桂红要给原告葛秀梅 一万三千五百年的土地收益款 一审判决后 被告图桂红表示不服 随即提起了上诉 2022年六月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本案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本案中左红德自输遗嘱的真实性 为什么要由被告图桂红来承担举证责任呢 就此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中华女子学院 李宁顺教授的看法 结婚登记的时候 表明这个人是不会写字的 但是呢你现在又说他有自输遗嘱 那么这前后之间是有矛盾的 所以对方对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予以怀疑 那么应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怀疑 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 那么法院要求死者的妻子 要求他对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进行证明 如果不能证明 那么就要按不利他 他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也就是要按遗嘱无效 或者是这个不存在这个遗嘱 那么按法定继承来处理 假设这个遗嘱是左红德亲笔书写的 但是在立遗嘱的时候 他没有考虑老母亲的赡养问题 把财产都给了妻子涂贵红 这样的处置方式合适吗 就此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华女子学院 李明顺教授的看法 假如说这个在这个案件中 他这个遗嘱是真实有效的 那他没有给他丧失了这个劳动能力 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母亲留下必要的份额 那么也不能完全按照遗嘱来执行 也必须给他母亲留下必要的份额之后 其余的遗产再按照遗嘱去处理 这个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继承制度 这个养老育幼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精神 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 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做的个人处理 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 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 左红德立遗嘱时 完全没有考虑老母亲的赡养问题 也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隐患 百善效为先 作为儿女 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 父母的养育之恩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